最近大家看我视频啊 基本上全是关于这个fuck的 对其实我拍的有点无聊了 最后的视频呢会拍一些 比如说Sam啊这个Johnson啊之类的 就是高手看看他们的成长路线 到底是什么样子 这个季节呢 的确就是很多人问还能滑什么 早上的话其实雪还比较硬的 其实可以carving一下 刚才其实早上我carving就两手都能摸地 然后还挺爽的 然后也没什么人 然后呢就是滑着滑着 被slush以后呢 其实可以练点小回转 然后搓雪啊什么的 有时候抱怨这个雪太软啊 这个那你想不想滑分雪对不对 如果你想滑分雪的话 先不妨先练习一下 然后呢就是滑park 对现在是park真的是最好练习的时候啊 然后呢growth mountain car到15号 还是非常良心的啊 很多人呢这个玩park呢 主要还是怕摔啊什么的 其实我也怕摔 但是呢我觉得啊 就是说大家会有一个过程 大家学单板一样的 就是有一个阶段会摔得特别厉害 然后各种卡扔啊 那就是各种奇怪的摔法啊 然后呢到了一定程度以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 就是说虽然说我们速度更快了 然后滑的更凶了 呃角度 利刃角度更大了 但是的话就是摔跤变少了 而且呢摔跤就是会摔了 就是摔的话不是那种 就是像以前那种会 哪里会就是磕到啊 哪里会疼到 就是说感觉摔了以后 就立刻一弹就能站起来 其实park也是一样 会摔了以后 大家可以看那些奥运会啊 其实他们跳坡的一些跳台啊 啊我去看过 都是要浇水的 知道吗 浇了水以后让它变得更冰一点 如果说摔在那个跳台上 如果说大家不会摔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一个字死啊 所以说就是像他们那些人 就是说摔跤之前啊 无论是怎么样子 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准备的 否则的话他们根本没法练习 因为练习动作你肯定要摔的 肯定不可能一次成功的 所以说就说到 就是说大家玩park的 首先接触的都是跳坡 看到别人跳的 就是忍不住一下跳一下 哎跳了一下成功了以后 总会觉得哎还行啊 这个马上慢慢慢慢 就是爱上跳坡了 但是呢就是说大家也不要忘了 就是玩这个道具 其实也是挺好玩的 然后那道具呢 相比跳坡呢有个优点 就是说你什么样的天气 都是可以练的 我觉得很多朋友啊 就是walks包括小的jump 入门 有个最大最大的问题 就是速度 速度没有掌握 经常看见有些朋友 就是速度太快 或者速度太慢 上次在最后一秒还在刹车 或者还在控制速度 然后呢要么就是上不去 要么就是上去车速度太快了 然后情况出问题 如果说还没有那个能力 就是说能够有效 在短期内靠这个 counter rotation 就是靠小拐弯 控制自己速度的话 我觉得最好的话还是 就是大家找一个 就是固定的一个 差不多一个平坡 然后再一个上坡 速度应该差不多 然后从这里开始呢 我就不刹车也不减速了 就一直直吧 先把这个速度搞定以后呢 就是每次能在这个BOX上站稳 比如说玩BOX的第一步 然后呢就慢慢的开始来上去 你能够来个小shifty 然后慢慢的在跳上去直接打汗 OK 新手怎么入门啊 刚才稍微提了一下哈 反正没有什么捷径 就是多练 就是如果说你认识了一个BOX 或者认识了一块地方 抱着板上下爬 真的 因为比比Jump还是友好的多了 因为BOX基本上还是一个平的嘛 基本上你上去爬下去 下去以后爬上来一会儿就上了 你的滑行啊 或者是你的这个身体平衡能力 没没什么问题的话 基本上一天能够把这个Ball Slide 做出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就是Backboard哈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 跳这些Reel 还有跳这些Tube 就是要Jump Point Feature 就是要跳上去的一些feature 这个东西呢也没有什么捷径 就是一个练这个肌肉记忆 反正呢随着你能够跳上去以后 50-50上去以后 然后来一个Shifty 然后能够吃完它 到这个能直接跳上去 能直接怼直了跳上去 然后Ball Slide 就是滑完整个feature 然后呢下一步就是 我觉得可以带一点角度 比如说BOX在这个中间嘛 你可以靠着右边一点 然后呢让你的前脚 就是说来一个Lip Slide 来试试看 就是撕完这个BOX 然后呢慢慢的就可以 就可以试一下这个Tube 接下来呢就可以带到管子上去了 呃这里要推荐呢 反正就是选短一点的 不用太高的一个管子吧 Gross Bounty呢这点就非常好 就是它有两根比较简单的一些管子 又短 然后呢又有点斜度 然后呢大家第一个就是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还是有点高度的 我上去的时候呢 其实也不会想太多的 呃基本上还是注意一个就是前手 稍微往前拉一点吧 然后把这个呃动作做好 好一点 就是重心稍微稍微压前面一点点 呃然后让劲让让自己的板子和那个 可得道具 吃平板 呃然后其他人就交给脚赶了 就我也不知道怎么上去 我也不知道怎么站稳的 反正就就稳了 反正每次上去都是那一个动作 希望大家这个练习愉快哈 Gross Bounty真的是触合真是非常快啊 呃然后呢 有个还是一个优点就是 呃不容易跳的丑 反正你就能上去能站稳了 就是基本上就是好看了 就是OK的了 呃不像Jump呢 如果说你360跳的就是好看的和差的 就差别就非常非常大嘛 呃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下面这几组照片哈 呃我觉得在Rail上面 如果拍照片的话不是拍视频的话 还是帅的多啊 呃如果拍Jump的话 你需要挑的一些好的角度吧 然后可能可以拍着帅一点 但是呢 呃 Rail的话 站在一个细细的管子上面 那种感觉就已经很帅了